哈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好 欢迎回来《梦向编辑部》的《笑声梦新闻》节目时段 今集有我许珊 另外还有我们的异德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订阅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集回来想说说港女的劣行 在香港怎样判断呢 就是一件事 如果判断到乡下日本 如果还要被人摆出来 再加上要投诉去你本身工作的公司 可能现在很严重 那也是挺无奈的 这些事情是你自己招来的 话说有一个Facebook群组 就放了两张Instagram的截图 就是我们现在画面看到的这两张 大家看出来就是普通的打边奴 就是这样 话说大家看到其中一张写着 去conference的重头戏 酒店和牛打边奴 大家看到那些食物 这样摊在这里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 好像是皮单 就是一张床 就是上面铺了这些东西 是吗 然后我们再看一看另一张图 就是它在打边奴 记住 它是酒店和牛打边奴 大家看到这个和牛 然后第二张就是这个烹烹 这个烹烹的时候大家看一看 是酒店房 用烹烤烤的 好弱 那是吧 那不怕有消防水 如果你在一般酒店房有烹烤的 你开烹烤烤烤烤的 很容易会触动感应器 一触动水会吹到整个房间湿了 不惊论 这么疯狠也有 你来日本好像很威风 这是一件事 如果你说煙霧感应器会噴水这一幕这么搞笑的事情 小时候我们也有看王梓华和Dudu姐的男女爱 有一幕是王梓华所饰演的师爷这个角色 在律师楼阶和大家一起在类似布尔室打火烤 谁知道太开心了 触动煙霧感应器噴水 然后吹他们 然后就播歌 很好笑 我们小时候也有看这些东西 电视剧也有教我们不可以这样做 他也相当疯狂 我想他没有看过 他真的太小过了 还小过吗? 这些是常识来的 有没有搞错 你还要在酒店房里 他宣章会 posted 很好笑 我还要帮助 奇观 那些身购的 现在是真的 一个还是平AN 他只是一人用而已 很小的 他又特意买个游泳 他不就当自己住民宿 还是他太客气 最重要是在酒店房舒舒服 洗澡洗澡 穿浴袍 享用电视 喝一罐啤酒 简直爽 这样才是过瘾的 我也觉得真的舒服 不过既然他去了酒店 我想他真的不怀疑 也真的不知道 所以才这么狠狠地买个游泳 如果换着 这个不是酒店 我想在一些民宿 甚至乎你在别人的民宿 要知道 肯定、确定是没有烟雾感应器的 应该就可以安全地打火鍋 不过他在酒店里一个人在这样 一旦摆弹 还要拍照 放上网 就会引起很多人的热意 甚至疯狠 因为你在酒店房 这样明火 还要使用煙烤的烤箱 甚至很离谱 那你会点火 你说生日蛋糕 点个小蜜烛 那都算可以的 如果有什么事就要你赔钱 再加上他说到自己好像是高层 亦有些网民眼尼找到他的社交平台里 看到有绿色的公司标志 估计他就是宏X保险 宏X保险 原来是这样的 又大劲了 即是说他很笨 没理由这样做 一来就会影衰香港人 而且你这样打烹饭的话 可能烹饭会不会留在酒店房间 到时候人家执房间就等别人帮你 一般都是的 我想就是买来为了打烹饭之后 要洗都不洗都扔在里面 就跑掉了也不定 当是垃圾扔下来 就是啦 带走烹饭 带走烹饭 又好像很重那样 哎呀 废了算了 我用一次就扔在里面送给你们 扔在里面可能会是这样也不定 你们扔到也不知多开心 这位港女又说到自己又来开了议会 就算很厉害 还说自己年薪过百晚 还是怎么样的 所以这些人是很帮 为了是在酒店房吃火烹饭 不是还有 很帮助吗? 在酒店房吃火烹饭很帮助吗? 我不是 日本没有地方吃火烹饭吗? 很多餐廳都有鞭爐給你打的 年生過百萬 日本吃的餐很便宜 對年生過百萬的人來說很便宜 你都不捨得出去寫 我想他是特意想在房間裡 嘆嘆 放上IG 上 浪費命 想讓人覺得自己 有錢就是任性 吃東西飲食也要另類一點 我喜歡像鄉下的市民 去超市自己喜歡見到哪一批好吃的就買這一批 有時店舖也未必適合我口味 我喜歡吃這包菜就買這包菜 Sabu Shabu 什麼撒一下撒一下 帥氣 要日本 Kawaii 才行 去買這堆東西我不知道他買了多少錢 但是想告訴別人 那種消費態度 飲食態度並非如此 很凌雷 很凌雷 不過很有趣 有些人說 這麼過份的話 要傳給酒店處理 因為你這樣打火鍋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體驗 打完火鍋之後 全身的味道 這個肯定的 尤其是如果你吃麻辣火鍋 那個味道更厲害 我不知為什麼 我吃昆布清湯底也有一股氣味 這麼有趣的 頭髮到衣服都可以 如果你這樣做這些東西 搞到別人的皮泡 梳化都一股脫 人家的酒店房一定是密封的 這樣又是搞到別人一鍋泡 很久搞的房間 還說他 影衰香港人 多少錢收入都好 你沒有品 沒有腦 沒有常識的話 做完這些壞事 其實現在有個情況就是 你這些壞事 做完之後 還要放上網分享 還以為自己很帥 因為他不知道自己在做壞事 他覺得沒事 他覺得沒事 有什麼問題 我在家也是這樣做的 我酒店有給錢的 我打火鍋而已 又不是很大火 一個人吃而已 這樣也不行嗎 可能他自己這樣想 有可能會覺得 什麼? 沒有自由嗎? 我給酒店房的錢 已經給了這麼貴 你還要給錢的 打個邊爐都不行 撿吧你 撿東西 懂不懂的 還要清潔 快點給我撿 不懂別問 該你做撿房 別妨礙著阿姐 阿姐趕回香港再簽幾張單 我簽一張單 都夠你整個月薪金 撿吧你 可能會這樣的心態 有些人是這樣的 你別妨礙著我 阿姐的時間寶貴 或者阿姐一個小時 多賺你多少錢 是不是 你又在那裡做這些 有些人很囂張 真可憐 有些人說已經向酒店投訴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麼厲害 就是閣下能夠看那張床單 和看那張梳化 就已經找到他住哪一間酒店 不過提到這個保險公司 很搞笑 人們可能看到林作 就因此而被保險公司計算了 之前有些前黃有區議員 都去了做保險公司 但沒有牌的情況 就搞類似強積金的組合計劃 雖然只是被捕 還未正式落案起訴 據聞就很快被保險公司計算了 就好像說他類似行為上的問題 合作不了 所以就計算了 這件事先 如果現在 這個宏X的 找年薪百萬的女性 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呢 是不是 應該就不會掛 因為 又不是真的說 很大件事的 我覺得 他一個人在酒店房 打火鍋而已 會不會是一個嚴重的行為 過失 會不會保險公司會認為是這樣的 應該不會掛 有些人就說 難怪不得做保險 這行最喜歡浪費命 和得個趨字 沒有誠信可言 不要這樣說 每天足夠打了船人 難以判斷 真的難以判斷 他只是分享了他自己在酒店房內打火鍋的一件事 他有沒有騙你 在這方面 所以我不認為他跟誠信有什麼關係 還有保險一定要推銷給你看 他自己有貨有行頭才行 如果是煤砍斷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 在街邊有一個 耳拉架 穿著一套西裝 你過來就派了單給你 你不想跟他說話 你一定不會的 你做到這樣 公司要你出來 捉客來 看看會不會找到生意 找到 content 你去到這樣的話 你一定是做得不行的 做得太差了 他說他初初起保 當然不可以 唯有這樣 給他一個機會 這個 一件事 怎樣去做好保險 當然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不是我們今次的討論範圍 因此 就會說 又說自己賺很多錢 去旅行 沒有錢吃飯 為何要這樣在房間打火鍋 有時有些人就是這樣的 他有很多錢 但是 他又想用一個獵棋 或者想試一下的心態 或者覺得很過癮 也有的 是不是 真的要等於 我以前在香港地下 有一個朋友 他是有錢到 他不知道那些手袋 二手是有價錢的 那麼厲害 他不知道可以買二手的 可以賣出去 他不知道那些手袋可以賣出去 他以為這些那麼舊款 沒有人要的 他不知道原來是可以拿去店鋪 還是怎樣 然後就把那些手袋 他就叫傭人 再配上司機 就拿回辦公室 之後就再有些奇奇怪怪 上來幫忙 賣他的手袋 即是上來公司收 收了他的手袋 那麼有趣 我還聽著他跟他姐姐說 原來可以這樣賣錢 這樣也有的 哈哈 然後兩個人在玩笑 就是了 很開心 是的 還有有時有錢人的警戒跟我們一般的想像不同 那當然了 這是正常的 例如我們去那些 那個是哪裏呢 是不是李玉門 那些地方吃海鮮 還是西貢 吃完海鮮 可能我們就向一個方向走 他就向另一個方向走 那個方向 有車乘的嗎 你可能想著他是司機來接他走 應該一起出大馬路 就算我們自己坐巴士也好 坐的士也好 他向相反方向 原來他要坐遊艇走 在他的認知 來這些地方吃東西 來吃海鮮 即是來西貢 當然要坐遊艇的 那我放了遊艇來做什麼 就是坐吧 對呀 這樣才是 挺帥的 坐遊艇來吃海鮮 然後坐遊艇回家 就是 車到哪個碼頭 就再叫司機 你會覺得那一程 其實是很浪費氣的 其實不會叫快很多 但就是他們的生活態度 就是這樣 方便一些 可能他會不會 遊艇拍在家門口那樣 不知道他的位置是怎樣 還有舉個例子 例如打高爾夫球 你可能第一個想像 是不是之前常說上水修地 高爾夫球場 原來不是 他們都是要坐遊艇去打高爾夫球 原來好像有個香港的地方 在那個島上打高爾夫球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有時候 就不要自己找一百幾十萬一年 百萬年生的那些 就在那裏曬命 說到自己好像很零類 那些生活之類 所以有時候有些人 從這些骨子類 或者生活細節上 甚少說給你看到 原來他有些事跟我們 生活的境界差很遠 並非你在酒店房 購買幾批東西 自己買個新的骨子 打完就離開那些 並非如此 不如我們今節說到這裏 有機會再分享一下 有錢人的生活細節 原來挺過癮的 挺超乎我們想像的 也是的 大家始終都是在 經歷不同的經驗 不同的經歷 和不同的階層 可不可以算得上不同的階層 始終都是有些事情 你未經歷過 但是對方就是 每一天就覺得是很平常的 這樣過 所以大家的理解方面 是有一個很大的紅溝 還有成長的氛圍 也很不同 也是 這些人這麼厲害 你說他是不是不讀書 又不是 英國讀名牌大學畢業回來的 他又跟BNOGIR不同 他不是跟同學一起集體溫書 是在英國請一些 補習 當然是洋人 再跟他們補習 所以他們很少接觸同學 所以 他們又不太明白英國的生活 究竟是怎樣的 你說 什麼排隊去吃Fish and Chips 他們就沒什麼興趣 都是要出入一些好的地方 還是怎樣的 這裡 有機會我們可以再講一下 不過這個港女的 哎呀 真的有時候 不要 將港女這個字 繼續負面再負面 可不可以 扭轉比較靜向一點 做一些好人好事出來 是不是 不如這樣 真的 今次就先講到這裡 這些無知的事情 千萬不要 如果你弄到 噴水 或者弄響了 煙霧感應 弄到響了警暴之後 被爆出 原來有人在房間偷偷打火鍋 你說這樣的話 上了新聞 你說多好笑 幸好沒有上了日本新聞 下次就知道就下次就不要了 不要這樣做 其實 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要這樣 買上入酒店房 打火鍋 因為打完之後 搞得又要撿 是我寧願在街上吃完 算數 吃完就可以 啪啪啪 因為可以走 在自己的房間吃完之後 搞得煙霧又要洗 想起也很煩 就算你不用洗 對著這堆垃圾 一陣子 對著明天 你睡覺 怎麼睡呢 睡不著 我看來他為人都是 隨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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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這樣的 有些港女 家裏很骯髒的 你也猜不到 你看她身上很光鮮 打扮得很漂亮 很精緻 但是家裏 真是骯髒得你不相信 這些都見過 好了 今次真的講到這裏